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考古发掘 墓中出土的金银玉器数不尽数 望着这些豪华的陪葬品 专家们兴奋的一直拍手交好 随后出土的一枚龙女金银 更是把本次发掘推到了高潮 小心清理金银以后 上面赫然出现四个小账文字 文帝行喜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 为何能手持金银 身穿金铝玉衣下葬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鸡带你走进西汉南越王大墓之谜 经过考古队员的持续发掘 墓室的第二道墓门也被打开 然而主观式的清理工作刚刚开始 考古队员就有了重大发现 在墓门旁边堆放的淘气下 他们清理出一枚形状奇特的浴片 浴片成方形素面 四角有穿孔的痕迹 这与大墓此前出土的各类玉器迥然不同 这枚浴片让考古队员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打孔就是为了穿线 如果用金线将更多的玉片相连 这套金和玉的组合 就是汉代墓葬中的炼葬重器 金驴衣 金驴衣是中国汉代皇帝和贵族下葬时 经常用到的炼斧 以金丝连接玉片形状如同铠甲 这是中国最高等级的丧葬礼仪之一 我想玉衣秦汉时期帝王身份的重要标志典型的就是中山晋王刘胜夫夫墓 包括徐州的狮子山的楚王墓 还有一些这个徐州地区的这个若干大的这个楚王墓 这个证明他们都是出了这个叫金驴的玉衣 史书史记汉书都有这个明确的这个记载 第二个从考古材料诸侯王都有这个金 那玉金玉金玉呢都是最为这个高贵的嘛 桑葬用玉最早起源于石器时代 战国时期用玉壁上扑下垫 一直到汉代以后才出现玉衣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玉炼葬 古人相信玉可以防止尸体腐朽和引导灵魂升天 一件金驴玉衣需要上千块玉片 每块都要磨光钻孔 而且大小和形状各个相同 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 制造一套金驴玉衣实属不易 所以玉衣炼葬也就成为了木主人身份的体现 玉衣按照死者等级分为金驴驴驴和铜驴 东汉时期金驴玉衣只有皇帝才能享用 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 诸侯王列侯始风贵人 公主空接令赠应喜 玉霞驴大贵人长公主铜驴 这其中玉霞指的就是玉衣 但是象冈山汉墓建造于西汉早西 在当时金驴驴驴的等级制度尚未分明 诸侯王也经常使用金驴连锐玉衣 况且第一代南岳王赵佛和第二代南岳王赵武都曾剑月称帝 那么这块素面打孔的玉片是否就是木主人散落在泥中的金驴衣呢 带着激动的心情 考古队员进入了这座纯睡了2000多年的地下寝宫 1983年9月21日专家进入墓葬主室 经历千年岁月的侵蚀 墓主人的棺果已经腐朽 留下来的是一堆凌乱不堪的残迹 将棺木板灰的泥土小心清理干净以后 惊人的现象呈现在所有考古队员眼前 我们把那些掉下来的石头慢慢的清开以后 就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就出现了 很多的小玉片 一片一片的玉片摆在那里 这是墓主人一看就知道墓主是身穿寓意义的 光果中大量玉片的出现 证明香港山古墓的主人确实身穿金驴一下葬 由此专家判断 除了南岳王 没有别人能在当时的南岳国拥有如此待遇 玉片是从头部到这个脚步 是完全非常有规律的这个整齐的这么排列着 石之美者即为玉 古人在玉上寄托了诸多美好象征 在汉代 玉器更是出现在人们生前死后的各个场景 这是一件透雕龙凤纹重环玉配 他与透雕龙纹玉壁一并发现 于金驴玉衣的面罩之上 一配一臂 覆盖住了墓主人的双眼 玉配整体呈圆形 图案分为内外两层 伸出外环的龙 托起外环的缝 显得十分精美 在玉衣周围 考古队员一共发现了29块 轻玉大玉壁 直径都在25厘米至33厘米之间 其中有10块扑放在墓主人的胸腹位置 14块垫在玉衣里面 还有5块玉壁 铺垫在玉衣下面 在墓主人的周围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不少精美的玉壁 有龙凤争斗的金玉代沟 有束手咸玉壁和透雕龙凤玉饰等 这批玉器造型精美 楼克精细 堪称汉玉身体 玉器古人就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美玉 美食指美玉 他就是说穿在身上 玉衣穿在身上 再把它的九窍 包括眼睛 鼻子 口 耳朵 屁股 生殖器 那些口都给堵住的话 可以保证尸体不会腐烂 所以金玉在九窍 可以保尸体不腐 生者配玉以比其得 王者炼玉以为其灵 香港山汉墓的主人身穿金玉玉衣 周身随葬诸多金玉珍宝 表明墓主人期望在死后 仍可以继续享有荣华 可惜的是 在完备的诸玉炼葬 也无法抵挡岁月的侵蚀 墓主人的尸还被发现时 已经腐朽不堪 尽管此前发现的种种证据都表明 这座墓葬的墓主人 就是某一代南越君王 但此时 已然缺少一个确凿的证据 然而 就在考古队员逐步清理玉器的同时 一个重大的发现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打开红色彩 被棺彩 南越王身穿金铝衣 头枕 珍珠枕头 口中含着珍珠团 眼部敷以玉膝 墓主人为自己尸身不服 灵魂升天 实行了一整套 非常完备的珠玉炼藏 随着考古队员 对南越王墓的深入发掘 他们在墓主人身上 发现了一枚玉印 这是一枚汉代腹斗印 一面边长2.3厘米 通高1.7厘米 上部钮式为布 简单厚重 这是西汉前夕印章中常见的钮式 普遍用在姓名印 我们最需要考古解决 当然是像四种大墓 最关键是解决墓主人 是谁嘛 这是我们在那个发掘的时候 就在那个主观室 大概墓主人的腰部 大概那个位置呢 就发现了一颗玉印 可以肯定是墓主 带进墓里去的 而且这个是非常实用印 银面上的文字 是英克传书 左右等分 赫然刻着两个字 赵妹 这也就是说 香港山汉墓的墓主人 真是赵妹 但是这并不是考古队员 期待已久的答案 史料中记载 南越王共存武士 分别是第一代王赵驼 第二代王赵福 第三代王赵英奇 第四代王赵兴 以及最后一位南越王赵建德 考古专家翻遍古籍 都没有查到赵妹这个人 那么这位赵妹到底是谁呢 紧接着考古队员又发现一枚 做工极为考究的寓意 这枚印章 空体由青白玉雕刻而成 印有是一只 出没于云海间的赤虎 上面是用英克传文 写着地印二字 新的信息出现了 以地印随葬入土 证明 墓主人生前是一位帝王 南越武王中 只有第一代王赵驼 和第二代王赵胡 曾渐阅成帝 难道这位赵妹 是一位被史书遗漏的南越帝王 这个文献记载 这个史书名 就是我们叫书 正观的名字 或者诗相名字 都有这个出入的 比如说那个史记记载的 这个第一代 这个马王德的那个 那汉墓里边 有个叫利昌啊 那个叫戴侯利昌 那个司马先就记载 叫黎珠昌 第二种可能 就是一个报给中央的 这个名字 地方还有一个名字 第三个 墓胡 他们可能 是一个这个同音 就在考古队员探讨 墓主人身份的同时 一个让所有考古队员 为之兴奋的发现出现了 在墓主人的胸腹位置 考古队员意外地发现了一件 金黄色物皮 小心拂去附着的泥土 一条栩栩如生的金色小龙 立在一个四方台上 金光闪闪 耀人眼目 这是一枚龙牛金印 1983年9月22日 香港山汉墓发掘 进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龙牛金印的出现 让所有考古队员兴奋不已 因为在流传至今的 诸多中国古代喜印中 以同印最多 金印最少 目前已知 西汉时期的金印 仅仅只有八美 而以龙为牛的金印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当中 还从未见过 龙从古到今 就被认为是君主或帝王的象征 香港山汉墓的主人 以龙牛金印随葬 其身份可见一般 考古队员判断 这枚龙牛金印 很可能成为 香港山汉墓中 最珍贵的本物 也有可能是 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 为了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专家小心扶去金印上的尘土 只见 文帝行喜 四个小篆 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自体工程 刚进有力 即便经历了 两千多年的岁月 其实依然清晰可变 发现文帝行喜就意味着 墓主人 香港汉墓的发掘 进入了高潮 而且呢 揭开了这个墓主人的面纱 这是墓主人是第二代南岳王 而且也把我们说的 赵墓的名章之笔也解决了 他就是第二代南岳王 金印的印钮为一条盘曲成S形状的游龙 灵爪飞扬 游龙的首尾和两足分至金印四脚 龙腰高高龙起 可以用来穿戏印兽 出土时金印印面钩槽 以及印台四壁 都有使用和碰撞的痕迹 显然 这是墓主生前常用之物 文帝行喜金印的出土 证明当年南岳国不尽仿效 秦汉天子至尊制度 自称为帝 还在当地自己铸造皇帝玉玺 但是南岳肇氏政权 并没有完全颁照秦汉 以白玉为材料 以吃虎为印钮的传国玺制度 而且根据汉官集中记载 汉代一般官印的边长为汉制一寸 也就是2.2厘米到2.4厘米左右 大约是围起其盘上一个格子的大小 所以古人把印章称为 方寸之印 而南岳王墓中出土的这枚 文帝行喜金印 长3.1厘米 宽3.1厘米 重148.5克 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 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 经过专家对金印进行仔细研究和分析 终于解开了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就是第二代南岳王赵武 这个被封印了2000多年的真相 终于水落石出 作为南岳王国的第二代君王 史记南岳列传中 有关赵胡的记载 只有寥寥的不到300字 潘武帝建元四年 也就是公元137年 赵佗去世 享受一百余岁 此时赵佗的儿子已经去世 这也意味着 王位只能由赵佗之孙赵胡继承 从此赵胡成为了史书记载中的第二代南岳国王 随着考古队员对赵胡梦葬的深入发掘 他们发现墓主人的长生梦不止在死后还有生前 1983年9月22日南岳王牧主观式观国内外终于被清理完毕 出土精美文物高达上百件 金银器 玉石器 漆木器等等 其中一件特殊文物的出土让考古专家震惊不已 这件成盘高组碑通高17厘米 由轻玉碑 玉碑托 铜托座 成盘 墓垫 五部件组合而成 其中玉碑高11厘米左右 外壁雕饰云纹 古丽纹 钩莲纹等 汉代典型的玉器文样 造型十分精美 就在这时 一个意外的发现 让所有人为之震惊 广州挖出南岳王赵胡墓葬 墓主人身穿金铝玉衣 手持龙钮金银下葬 墓中出土的金银玉器数不尽数 望着这些豪华的陪葬品 专家们兴奋的一直拍手叫好 只乎我考古几十年了 从没有发掘过这么富裕的墓葬 随着专家对墓葬的深入发掘 一件精致的银河引起了所有注意 打开盒子以后 里面残留着一些黑色物质 专家推断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长生不老药 虽然银河里的黑色物质已经碳化 但是在南岳王墓的后藏室 考古队员发现了 用于制作长生不老的五色药石 它们是紫水晶 硫磺 熊黄 褶石 绿松石 在墓中还出土了两套 类似于今天导药工具的处旧 正是南岳王当年加工无色药石的工具 但他没想到 这些长生不老药 却是一颗颗毒药 最终加速了他的死亡 两千多年前对不朽的痴迷 最终抵不过生命的轮回 南岳文王的长生梦还是破碎了 此时考古队员开始对冬测室进行清理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些人类的脊椎骨和牙齿 这里埋葬的人会是谁 他们与牧主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在清理牧室内器物时 考古队员发现了数套祖玉配 祖玉配是一种由多件玉器串联组成的随身饰品 最早出现在春秋早期 在战国时期十分流行 到汉代初见消失 对于当时的达官显贵们来说 祖玉配不仅仅是饰品 还显示着他们的身份与地位 这套出土于冬测室的祖玉配 由二十个器件组成 金珠 玉环 玉横和玻璃珠 串联着另外两件雕工精美的玉器 连体双龙配 两条龙 龙尾相连 龙手相对 探找张口 三缝窝纹币 三只缝鸟大小不移 姿态各异 围绕在玉壁的外围 这是东测室出土的最为精美 组合最为复杂的一套祖玉配 考古队员先后从东测室 清理出五套祖玉配 因此他们推测 东测室可能埋葬了不止一位训人 根据古人佩戴祖玉配的习惯 以及东测室出土的祖玉配形制 考古队员猜测 这些训人身份尊贵 他们究竟会是谁呢 又为何要为南越王集体殉葬呢 在成套的祖玉配下 考古队员很快有了激动人心的发现 三枚制作考究的 溜金闺女同印章 被陆续清理出土 每枚印章上都刻有文字 其中两枚印章上分别刻有 左夫人印和太夫人印的字样 而另外一枚印章的字迹残损 首字只剩下一个口部 专家推测 其可能是不夫人印 夫人是对帝王妃妾的统称 这三枚印章的发现 让考古队员断定 这里埋葬的 很有可能是牧主人的嫔妃 在古代时期 左和右是区别尊卑高下的标志之一 时期不同 左右代表的尊卑不同 汉朝时以右为尊 官衔的前面也惯以左右来区分官机的不同 考古队员推测 既然已经出土了左夫人印 那么也应该存在一枚右夫人印 随后在清理一组玉配时 考古队员在其中发现了一枚象牙材质的印章 但是印章上刻着的并不是专家期待的右夫人字样 而是赵兰二字 那么赵兰会是其中某位夫人的姓名吗 就在所有人疑惑之际 又一枚闺女印章出土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的刷去印章上的鱼土 大片的金色露了出来 只见金印完好无损 光彩多目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幼夫人喜的金印 而这枚幼夫人喜与赵兰象牙印章的出土位置十分接近 由此考古队员推测 幼夫人的名字正是赵兰 她也是埋葬在这间墓室里地位身份最高的一位夫人 结合此前发现的骸骨 专家推测 东侧室是专门用于埋葬 为墓主人陪葬的嫔妃 像墓主人那样 这些嫔妃也将大量生贤享有的物品带入这幽冥世界 经过长达几年的发掘 南越文王赵胡墓葬的清理工作也进入尾声 最后经过统计出土文物超过一万多件 其中很多陪葬品都成为了国宝级文物 如今在广州市香港山博物馆展出 对此你们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击点赞给小季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